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这么明显吗 是 干嘛啊 那你自己不是跟太子殿下整天 轻轻握我眉目传情的 姐姐 你已经和太子殿下试一顿 不是吧 表姐 现在才知道 姐姐呢 姐姐 有没有新遗址 这个表情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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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音 闻音呢 闻音有没有 谁 是啊 你们三个都有了 就我 也不帮我扑索一个人 我想想啊 小七小八 精官一官 随着她 不是啊 我想要的是像画本里面那样的 就是又有才华 长得又好看的 要像画本 大家看 流星 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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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没事吧 嗯 没事 太子殿下 你们先聊 我们先回去了 快去吧 走 我来了 我来了 你累吗 好累啊 我看你今日啊 倒不怎么累 还有时间去哄别的女孩子 我没有 我刚刚看杜姐姐她可伤心了 然后 一会儿嘉敏和闻音姐姐就来了 我就连他们一起哄了 好 但是你今晚 都没怎么和我说过话 那我现在和你说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你看 就你自回红人 对了 明日我带你去个地方 嗯 你去杜府 带着我去 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杜太师经历两朝 虽然平时喜欢对我挑三拣四 为人又执拗 但是 她对大井一片赤诚重心 如今她病重 心里肯定想着 太子殿下什么时候成亲 她为什么对你的亲事如此关注啊 或许 我是未来国君吧 那她看见 未来国君带的人是我 我不会更生气啊 她不是都送你打往边了吗 那不一样啊 那是我为晋国奔波 所以她送我助力 可是 你要是看我拐走了未来国君 她岂不是要骂人了 琉璃 我不想骗人 更不想让她带着遗憾走 小姐 太子和福寿郡主来看望太师 太师 太师 太子殿下来了 听说 近日武器深重 路上可好走 一路无走 殿下 至国 犹如 雾中行走 若心中有方向 自然是 一路无走 若心中彷徨 就会处处碰壁 老臣 已经由尽灯枯了 无法再多看几眼 我大晋 美好江山哪 愿你日后爱民如子 多心 仁德之政哪 太师 您好好休养身体 姑知道 您放心不下大进江山 若是姑有做得不妥之处 您也要止处 太师 楼梨知道 您一直都不喜欢我 华郡主 老臣 老臣以往为难你 是垂毛求辞 其实你呀 和太子殿下一样 都做得很好啊 太子殿下 能得你相助 老臣 朕的心碑 将来大进啊 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啊 太师 各国使臣络绎不绝 玉京真的十分热闹 古想起太师病了 无法亲自进宫 看到这一盛况 便找人画了下来 我大进强盛 万国朝会各国使臣 行商者络绎不绝 金雀大街上 好不热闹 快让老臣看看 从存寻不回安稳 建议的眼神 福林与终生 见过了老师 陛下 这是先帝赐予 微臣的大王鞭 下颗鞭尘 向上一颗大昏君 今日 当着这大王鞭的面 微臣敢问你一句 何为江山 是我微额山河之中的 天下苍生 是我大进 祖祖辈辈 万歹自明 满腔的热忱 刻骨的爱恨 陷血盘分容于心关 以前是老臣错了 殿下 是一位合格的太子 是一位合格的太子 老臣别无所求 为怨 他今 国泰民安 方条与顺 你 能答应老臣吗 能答应吗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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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能否 能不能 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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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